你 不是 你 你就迟到了 这么一会儿 他们就把你给开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他俩吵架我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从我开始实习的时候 他就总是找我麻烦 我就一直忍着 是因为皮特在我心中 是一个特别阳光 特别帅气 又特别有风度的好男人 他一直是我的偶像 能为偶像工作 就算说再多都哭我也值了 懂 懂 可是谁知道 我了解他之后才发现 我都只能是个人渣 懂 懂 懂 你懂什么懂啊 我怎么就不懂啊 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 这个圈子里面 有什么风吹草动 能逃得过我低爽爽的眼睛 对啊 对啊 我差点给忘了 你是个大忌者 别这么说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狗仔 我老大 那个才叫大忌者的 老大 你还有老大呀 那是啊 我们老大尚能拯救宇宙保护地球 尚能陈恶扬善劫富济贫 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奖 铁笔童牙 许子霖 许子霖 我知道她 我还经常关注她的 微信公共平台呢 你看你看 这个是我帮她弄的 这些照片是我帮她上上去的 你好厉害啊 怪不得人家都说 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 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伟大男人 我 伟大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谁 用伟大这个词来形容过我呢 我就是觉得 我是手机中的山寨机 机动车当中的泡泡车 你太可爱了 没想到你不仅有才华 还这么幽默 爽爽 你简直就是当代社会的 你绝世好男人 我是绝世好男人 怎么 从来都没有人跟你说过吗 连你们老大 也没有告诉过你 你很伟大吗 我们老大不嫌弃我 能待我出生入死 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也太过分了吧 没有你为他做这些事情 他哪会有今天的名气啊 他居然还瞧不起你 你别这么说 我们老大对我的那种瞧不起啊 跟其他人那种瞧不起 他不一样 我们老大对那个瞧不起呢 他 反正我们老大对我挺好的 我看卫帝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利用你呢 我是真心觉得 像你这样的好男人 现在越来越稀有了 你就说皮特吧 在屏幕上看着多么高大事 其实越了解越可怕 不议我还跟别人说 皮特是个好人呢 早知道他们这么对我 他可以还不如把他的劲爆心 能买个报社呢 真是的 你说的就刚才那个照片啊 你刚才都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就是那个皮特和那个李飞飞吗 反正你都已经看清楚了 我就不瞒着你了 皮特那天突然缺席电影的媒体发布会 所有的人都说他人间蒸发了 你知道吧 知道啊 全国的狗仔记者都在找他呢 还有人给我说他自杀了 自杀 他这种人怎么可能会自杀啊 有那些传言都是假的 其实 其实那天皮特跟李飞飞拥会去了 他们俩陪着全世界跑去巴黎岛 度假去 结果不小心被游客给拍到了 还拿照片来敲诈我们 今天安妮姐就是派我去跟那些游客 来谈谈买回这些照片的 现在全公司上下的领导 都在等着看这些照片呢 所以我今天迟到了 安妮姐 咋会这么生气 那个李飞飞比皮特大十好几岁呢 所以啊 公司才会这么紧张 你想想啊 皮特的新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 播出这么负面的新闻 不仅会影响票房 搞不好 皮特的整个演艺生涯都会毁了 这绝对就是娱乐圈的 特打特劲爆的新闻 大独家 谁爆谁火 丁爽爽 你想火吗 什么意思 你今天来我们公司 不也是拿着相机来蹲点 来打探皮特的下落吗 是 但是我又没有证据 再说了 我上哪儿去拍他去啊 其实吧 刚才那些照片啊 我偷偷扫描了一份考费 我偷偷扫描了一份考试 我偷偷扫描了一份考试 优伟什么的 不是 就是 平时啊 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 就觉得我特别有才华 特别幽默 特别像那种绝世好男人 我没时间跟你玩 批的图呢 什么图 丁爽爽 你过去什么样我不管 现在我们杂志社 已经火烧眉毛了 你怎么还这么吊儿郎当的 我怎么就吊儿郎当了 这期专栏图呢 编辑那边催了我好几遍了 这期专栏做不好 我们靠什么闲鱼翻身 老大你放心吧 我们肯定可以闲鱼翻身的 但是呢这一次 不靠你那个专栏 靠什么 靠 这个绝世好男人 旅演员李飞飞和导演陆大山 是在十年前的电影 王后的宠臣当中认识的 不久他们俩就结了婚 虽然一直没有孩子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是圈内公认的模范夫妻 去年六月份 皮特和李飞飞在电视剧 裸婚半年当中搭戏 据我推测他们的私情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但是导演陆大山 却一直被扔在鼓里 直到这一次 皮特不惜缺席新片发布会 去巴厘岛密会李飞飞 给他庆贺生日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一切被一个游客所拍到 不久皮特的经纪人艾米 就收到了一封勒索的邮件 于是天心传媒就花高价 买下了这些照片 而且还支付了高额的封口费 老大怎么样 这绝对是惊爆娱乐圈的特大新闻 这一次我们杂志社这条 臭鲜鱼指定翻身了 这些照片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你就别管了 反正照片都在这儿 而且我保证绝对的大度假 你赶快通知编辑拍板 你来煮笔 我来搞图 你看 这样怎么样 不能刊登 不能 为什么呀 这个消息太大条了 你没有说清楚消息来源之前 我不会轻易登报的 这个消息的来源有那么重要吗 你信不过别人 还信不过丁床爽啊 你要知道这个消息 在外面有多少记者要等着挖吗 你要知道这个消息爆出来 在云乐圈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 正因为我知道这个消息是绝对猛料 所以在没有确定它是事实之前 我不能轻易刊登 杰森的事情你忘了吗 这些八卦花边新闻 分分钟可以淹死一个人 更何况当事人是演员和导演 在这个圈子里面 舆论可以成就一个人 同时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皮特是什么人 其他人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吗 这是我们报仇的好机会 也是能够让我们火一把的时候 时间就是生命 你不能让其他的狗仔抢了先哪 皮特是什么人我当然知道 但我绝对不允许 没有确定真伪的事情健保 更不允许利用媒体和话语权 原来公报私仇你懂吗 这个照片都放在这儿了 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行 双双 你是皮特专家 你来看看这个图 有没有可能是皮特 有没有可能是假的 照片我都看过了都是真的 好 就算这些图都是真的 有没有可能是皮特在炒作 他的新片刚刚上映 就算他跟李飞飞再有私情 他有必要缺席自己新片的发布会 跑到巴厘岛去给李飞飞情生吗 这件事情 我怎么想都觉得欺财 你实话告诉我 这些照片是哪儿来的 现任是谁 小丽 你不会告诉别人 这些照片是我 你不会打死都不说 我答应过我的现任 我不能把他供出来 反正这个报道 我说什么都是要登的 这是我丁爽爽 挖出来的报道 独家报道 那我也清楚地告诉你 除非你告诉我照片来源 让我和现任当面对峙真伪 否则我不会让他见报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已经火了 这一次轮也该轮到我了吧 我总不能一辈子在你背后 做那个默默不问的男人吧 你不帮我可以 但是没有必要这样打压我吧 你平时怎么跟我说话 怎么起对我都行 可是这一次 我真的想扬被吐息 一鸣真人一想 你不能不支持啊 丁爽爽 你越说越过分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除非你跟我说清楚 照片来源和现任身份 否则我不会让他见报 我带着你的照片离开这儿 我还要准备下一期的专栏 丁爽爽 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算是看明白了 他们说得没错 许子林 你太自私了 这么些年不是我为你拍照 为你辟图 为你一件微信公众账号 你有今天吗 你只顾自己活 从来都没有提前过我 你跟他们一样 都是打心眼里面 看不起我丁爽爽 这一次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我等到了 你不但不帮我 你还挡在我面前 你是不是怕我也当了大技术 风头盖过你以后 从此就不甘心当你的小跟班啊 许子林 你太自私了 你不光是真强好胜 还见不得别人比你好 比你强 算我丁爽爽看走了也跟错了人 许子林 我再也不是你的小跟班了 我再也不是你的根屁虫 ingu 你阿姨我就不是个贪财的人 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我之所以这么做 也都是为了你和小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看见你和许子凌的婚纱照 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吗 我知道 你今天能牵这份核桃 我就看见你对小美的心了 这下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 这个事先别告诉小美 知道了 老板 老板 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 知道什么 您又上头条了 谢谢 欢迎在此光临 夏先生 您又来拍照啊 谁让你们干的 夏先生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庄 我说谁让你们干的 谁让你们把我婚纱照扔网上呢 不是 您的照片在网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您可不要含血喷人 当时我们是把底片 都交给你们了 庄 而且 说不定是徐小姐 或者是钱小姐留住去的吗 你干吗呢 有事说啥事别动手啊 动手就走了 他们俩把照片扔上去 他们俩有病啊 这您可就不懂了 现在的女孩问了博初位 什么事干不出来啊 干吗呢 别转意化了 我两套婚纱照 就你们这儿有 不是你们干的 谁干的 别别别动手 您怎么不讲道理啊 我讲什么道理 你这不是耍流氓吗你 我就是流氓 三位 昨天那个原坤 报警报警 这事我确实不知道 如果您是来拍照的 我们依旧欢迎您 如果您是来找啥的 你别走啊 我话没说完 我们也用自己的保全 回来了 夏 夏先生 你们家这小区住得不错呢 三零二啊 这你也不知道 那个 我这给你买点吃的 也不知道 这咸了大了 坐一坐 坐 坐 软 软你啊 不 不是我干的 没问这个 就是跟你好好聊聊天 我呢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呢 我叫夏立斌 我挺有名的 你可以网上查试 我是一孤儿 绝户 本来啊 我这事实上呢 也就无牵无挂 你说现在被你们弄得吧 身败名裂 妻离子散 我现在就跟一臭流氓 没什么区别了 我什么都不害怕 我告诉你 谁要把我逼急了 我真是什么事都干了 我真是什么事都干了 宁州外事服务学院 会计系高杰生说 信息人也有值 是就行 你说我要找到你们学校去 跟领导说 说你在打工期间 把顾客的那个信息透露到网上 然后还诽谤 勒索 搬动是非 你说你们学校领导 会怎么处理你啊 是不是 什么奖学金 帮干部 优秀毕业生 都没值班 反正你也不用担心 你们领导要不相信 这也很好办 我天天扛一起 吃一账吧 咱你们西门口蹲着 反正我一臭流氓 我又没工作 有的是时间 我就等你们领导相信 别别别 夏先生 我说我都跟您说 这真不是我干的 这就是一箭双雕 一十二娘 搞垮杂志社 搞臭许子林 这招离间计还行 那个丁爽爽 真的跟许子林 画清界限了 反目成长 那就好 其实这个许子林 还是很有才气的 只不过他失财傲务 树敌太多 这回婚纱照被曝光以后 网络上骂身一片 惨 太惨了 现在这个社会 娱乐才是第一生产力 那些粉丝成天喊着 让我们知道真相 其实呢 你要真把真相 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才不开玩 在公众人物身上 他们只需要两种东西 第一 崇拜的信仰 就像我们家上的 完美无瑕 像神一样的存在 第二 发泄的对象 就是现在的许子林 成为大家的除气头 懂 懂 艾美姐 深刻啊 只不过失常之后 许子林还肯在意我 其实你搞不搞许子林 我并不关心 像他那种小喽喽 过眼云烟 再火又能火几天呢 懂 懂 这里呢 是回扣得一点定基 这怎么好意思啊 还是回头一起算吧 放心 答应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全部兑现的 懂 懂 请 我刚才说的求新 当然是希望能在这期杂志上 看到我们新人接手后 能够做出新的气象 不同的点 创新的东西 但不是每一个板块 都要大换血 比如你负责的娱乐无极限 和我的专栏 我希望保持杂志常态的样子 这样才能稳中求变 不会冒失 今天在会上 否定了你几个创意 并不是说你的创意不好 是因为不适合这期 明白 明白 好了 不要因为你的创意被否定 就影响情绪 现在时间越来越紧 要顶住压力 调整好心态 把自己的板块做好 好的 子凌姐 去忙吧 好 子凌 别这么叫我 叫我徐老师 那么称呼多观察啊 而且把你叫朗了 怕是子凌亲切 有事说事 没事我去忙了 有事 去我办公室吧 别喝咖啡别说 喝不惯你那高级玩意儿 在这儿说吧 设立决定 停掉你的专业 什么 为什么 这个是编审会通过 七月编审投票决定的 我只是来通知你 你们凭什么怎么干 做事情有主要与大局 你年轻有锋芒有才气 这些大家都有 闭嘴 收起你那些官话 许子凌 现在是杂志社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期 不是你表现自我 兴风作浪的时候 我怎么兴风作浪啊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少来这套 你背着我什么都敢说 当面你怎么不说了 你们开会的时候 不知道把那屎盆子 扣我头上多少回了 你现在跟我说这样 假惺惺的话 你哄小孩呢 你今天要不跟我说清楚 我就把那七个便审都叫来 一个个问明白 凭什么停了我的专栏啊 现在网上爆出 你跟夏立斌 夏立斌跟小美的婚纱照 评论已经很难听了 看完之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说你是国民小三 门以二难 女权主义律扎描 说你们的行径啊 就是黑寡妇制的逼宫 九一一一般的上位 行径之恶劣 阻断之残忍 是我们这种职业小三 都做不到的 今日连远备备出世的孩子 都不放过 这就是小三界的耻辱 你不怕脏了你的嘴 我还怕脏了我的耳朵 你搞出这么大的烂摊子 网上人都发表声明了 是要抵制许子林的专栏 就是因为你 让咱们这名誉扫地 销量下滑 很多广告商 要求退还资助费 所以我们才停了你的专栏 你不用找那么多借口 把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你停了我的专栏 干了这些无耻的事 就是对我打击排挤 不是排挤 不是排挤吗 老汪是怎么走的 他怎么就突然得抑郁症 请假了 他都胖成那样了 他那儿都是坨油 那心宽的 肚子都装不下了 他能突然得抑郁症 他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 一件像样的事 都没干成过 他从来没脸红 他能突然得抑郁症 要不是社长亲戚关系 他能在这儿干下去 恐怕连饭碗都没了 他吃了那么多年的软饭 还过得心安理得 他能突然得抑郁症 干了那么多龌龊的事 说了那么多 不招编辑的话 关键还都让大家知道了 他都能活得那么自信 他能突然得抑郁症 他是突然娘心发现了吧 你糊弄谁呢 他得不得抑郁症 跟我没有关系 他离开他走 那是他的事 跟你没关系吗 监控室的小带 眼睁睁看着老汪 跟你在社长办公室 拍了桌子 臭了巴掌 你敢说他走跟你没关系 他走不是你排挤的吗 难得你们俩 天天形影不离 我也挺佩服你呢 你们俩这样互相看着 是怎么样掩饰内心真实感受的 你们俩互相看着不恶行吗 徐子李 老汪的走路 不是你应该管的事 今天来我就来告诉你 专栏停了 话说全了 是我不愿意跟你同流合污 你对我打击 报复 排挤 才停了我的专栏 随你这么说吧 以后你会知道 我是为你好 为社里好 你还要脸吗 这么虚伪 我也真好奇 你是用了什么办法 让那七个编审 听信了你的话 停了我的专栏 你口口声声说 为社里好 行 我倒想看看 开了天窗 你怎么跟社长交代 我也想看看 你怎么亲手 毁了这个杂志社 天窗不会开 有能力地不止你一个 我是不是 只是一个顺利 竖刀 你也不得开 能力呢 我这是要死我 你少说 你少说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大家都在你 都是打心眼里面 卡不起我丁庄庄 现在网上爆出 你跟向利斌 向利斌跟小美回上的仗 说你是国民小三 闻眼耳耐 你去远住一队长阳 我们如果这次能成功 收购宁州娱乐周刊 听星娱乐传媒 将会努力把它打到 成为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 一个大致 为鼓励文化产业多样发展 宁州文化局宣布 将其主管的宁州都市市 和宁州娱乐周刊 进行转起改革 改制前将会按照报社 杂志社现有的资产 进行评估 资产价值包括固定资产 和品牌价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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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 sher at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kt 哪启点赞 订阅 这是日子 各位 尾 老鱼 我是紫离 走吧 凩 professionals 抓得这么好的新闻 这回你可是要打火呀 谢谢王组长 这可是独家 他们都不知道吧 不知道 工作是工作 友谊是友谊 独家没法 对自己人也得保密 漂亮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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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市里开会 他却天天找茬 写好的稿不让发 被这老王学了一身臭毛病 臣得让我泡咖啡 我一个好好的时尚专栏作家 现在变扔我咖啡机了 我告诉你 我还就不干了 我也不干了 我也忍你好久了 他一到三更半夜就给我发微信 那我什么 去湖边看水 我看你妹也看 我什么时候约你看水呢 您的微信从去年开始我都留着呢 不然给您听听啊 都不干了是吧 走啊 走啊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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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 我 我约你看水了吗 约个试试 咱们走 怎么捡 双双 走啊 李双双 你傻呀你 缺心眼还是脑袋进水了 算了 我们走 我们走 走啊 尽家 走啊 你 走啊 不叫我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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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失态吗 什么 我失态吗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我就是问你 我失态吗 没有 毕竟在那种成功下 生气是很正常的 他们要这么说我 我也生气 小刘小白 还有小蕾 他们算什么呀 这会儿起红假样子 下边卸脚死不足心 他们走了正好 正好清静 但是 现在是设理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走了 新周刊怎么办 那是要开天窗的呀 你安静一会儿 我丁一双双 做了这么多年 虽然做得不好 但是从来没有开过天窗 要是真的开了天窗 那就太丢人了 我丁双双是处女座 做事讲究的就是完美 虽然我这个人能力有限 又有拖延症 你安静一会儿 什么 我 我是着急你不着急呀 我生气的样子 我想好了 我们会招一个 中文的特别版 把以前刊登过的 经典的文章 评论 还有专栏 做一个会总 这么做会不会很冒险啊 冒险 冒险是冒险 他会不会不喜欢 做一代毕奖吧 徐子凌以前就喜欢冒险 冒险区修电脑就专栏 冒险区跟十星斗 冒险就 喂 你知道吗 最近好多杂志是要挖我 我就没打算去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我还不如早早跳槽呢 现在也不玩了 晚安 但我这么多时间 又是加班又是受计 就给人让赔偿我 对 赔偿 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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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赔 安稳生完孩子再说呗 本来呀我这暴脾气 就够吓着孩子的 这一帮乌烟胀气的家伙 把我胎教全毁了 都得赶紧补回来 我跟你说 这月份的孩子 在里边什么都能听见 姐姐们 我一会儿得昨天也走了 你们怎么走 我先喝酒了 不能开车 我跟你走 出发时间 我没约男人陪我 我也跟你们一起了 我家在这附近 我就溜达回去了 紫霖 你怎么走啊 我也溜达回去吧 你们不用管我了 听说说 那事你别往心里去了 你还真往心里去啊 吓得看你能让你抽的啊 踹死你 好了好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挺好的 你们赶快回去吧 回去吧 那你们给我打电话 那你们给我打电话 就发微信啊 祝我 千岶 也��霖 火 driving poli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